欢迎大家收看赌博研究所 继续和大家来说 未来4月15号星期六沙田赛马日的赛事 今次我们这个系列叫做单Q一窗角 和大家买两只马匹 至于今次我们买到的场合 就会买到这一场的第七场 这一场第七场 就是我们的四班草地斯兰千四米的赛事 在今场马上 都偏多马的 都满了马 有成十四只马匹 在这一场多马的场合上 这一场马到底我们会买哪两只呢 多马场合居然都只买两只 在今场马 其实有些马 看起来都非常厉害 就好像这一只三号的金股齐星 这批三号的金股齐星 其实最近都跑第二了 甚至今季他都不断跑近的 你看得到这一只马 跑了六场了 六场里面是四个第二 一个第三 一个第四 成绩相当好 你论他最近的近绩 基本上这一只金股齐星 看起来 好像在今场马 这只马 看起来好像很凶 这只马 这只马也是放到潘顿上去 由潘顿骑上去 而潘顿这位骑士 其实都骑惯骑熟这一匹马 你记得到 这只马季初的时候 都是由潘顿来骑他 骑了他三场 就两个第二 一个第三 即是说这只马 由潘顿骑 其实还没脱过头三名 接下来放他上去 再跑一些沙田 四班草的千四米 即是说这只马 适合跑的路程 因为这只马 最近那两场 都是能够跑第二 千四米跑第二 入到Q 所以这些路程 适合跑 所以这只 这只金股齐星 其实在今场 看起来 整个配搭 是非常好的 这只金股齐星 我相信在今场 都非常多人 会买在这匹马上 可能现在大家都在考虑 买这匹马 是吧 但是 今场马 其实我 不会是说 买到这只金股齐星的 因为 第一样东西就是说 我觉得他在今场 这场马 的赔率肯定是热 是吧 如果这只马 热的话 又判定骑 那都热到透了 九成 如果热到透的话 其实我觉得 他不是那么抵博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因就是因为 这只金股齐星 虽然在今季 他的成绩是不断跑近的 但是 其实大家要考虑 这只马 是一路都赢不到的马 即是说 这只金股齐星 其实是 相当之难赢的 他不是说 那么容易赢的马 而未来的这一场马 这只金股齐星 是说 对着另外一些的对手 之前不是说 整天和他跑的对手 所以我觉得这只金股齐星 有机会在今场 其实是说 跑不出的 因为今场马 真的加入了很多 刚刚进步 开始来了的马 所以我觉得这只金股齐星 这只金股齐星 尽管用到潘顿也好 那 都废了 买它 因为预计它 真的会成为热门 如果它真的太热的话 我觉得买来 都没什么意思 再加上另一样东西 就是 这只金股齐星 其实这次 他再加了一个配備 他这次 直接说 怎么样 戴上眼罩 无端端又戴上眼罩 他本来 已经说 绑了你 又是说 戴上交叉被固 这次再戴上眼罩 那 即是说 整个配备 一只马 背了三个配备 这些马 其实我觉得 不是说 那么好 有时候 戴得太多配备的马匹 反而 可能就不是说 那么强 它才需要 较多的配备 去协助它 所以我觉得这只马 今场 如果真的太热的话 其实都 不是说 那么值得来 所以 没有买到它 反而就是说 宁愿在今场马 博两只 另外一些 懒小小的马匹 就去买好过了 那么 因为预计今场马 其他马 大部分马 应该都是说 好分过你这只金虎齐星的了 应该九成 其余的十三匹马 都是好分过你的了 那么 所以宁愿就真的 试一试同场的其他两匹马 那么 至于今次 我们第一只会选到的马匹 是哪一只呢 今场马 我们第一只会选到的马匹 其实就想试一试 这只九毫的小刺蛋 那么 为什么今次会买这只小刺蛋呢 我们先来看看 这只小刺蛋的赛籍 你和那只金虎齐星比的话呢 其实这只小刺蛋 那个近跡是说 没那么好的 是吧 但是为什么 未来一场我们都仍然会 选这一匹马来去买呢 原因就是因为 我认为这只小刺蛋呢 其实是一只 在今季不断进步的马来的 其实它由它季初跑第八 好像完全没有什么料到 那么 之后用报名 换了报名上去 都跑第三第五 这样的了 这只马其实是说 开始跑近的 那还有 这只小刺蛋最近的两场输呢 我认为它都是说 排着一些劣当的关系 所以才说输而已 它就是说 一次排着八当 一次排着十二当 其实不是说 那么好发挥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回 小刺蛋上将 有报名骑的时候 在3月19号 跑14米沙田 怎样 是说跑第五回来先 那么小刺蛋 上场马呢 就是说排着十二当 劣当来跑的 这里呢 就是他 黑衣黑帽 是一区产袖的 这一匹马 那今场马 因为这只小刺蛋 其实它排着劣当的关系 所以 它也在很被动 外碟的位置 你看到 报名骑驼的时候 一开始已经被人顶了 顶了一个三四碟 这样的位置 来跑的 还要在尾四 是吧 相当被动 还要是说很亏 那基本上 这只小刺蛋 沿途也是说不断的 是吧 沿途在这三四碟游走 去到转弯入直路,这只小子弹其实是不能直接在这个位置冲 它要慢慢移出去,要在那些二三叠位置慢慢移出去 移到最外叠的情况才能看得到 当它移到最外叠,其实已经剩下最后200了 这只马真的弄了很大量,你看这个直镜 你看这个直镜,布门骑也很吵架,因为被马阻挡它 这只马阻挡它,刚刚阻挡它了,纸衫,纸帽的这只 又到前面这只,636帽的这只,又阻挡一阻 这只小子弹,现在也看不到,因为被636帽的这只马阻挡了 要让它移到这个位置才望空,但其实也太迟了 最后那八多米,但是,这么迟望空也好,这只小子弹 打下去其实很有反应的,你看到吗?涌上来的 在今场马能够后上涌上来的马,我跟你说,就是不差 涌上来就肯定是不差的了,因为大家留意今场马的 步速形势,其实今场马的步速形势,哪里一些 后上马来跑啊?今场马头600米,是在做35秒59的 这些时间比表现时间慢的了,慢步速 其实就是说,不来追的,根本上就是说 利于摆前走的马来跑的,所以这只小子弹今场马 这么洩,这么被动,还要入到直路之后 不断被人阻挡的情况下,最后它都能够冲到 第五回来呢?所以我觉得它相当厉害的 真的,你看看今场马,跑得好那些 全部摆头走的,盛世明他摆头走 亚洲坦王,质前,是吧? 盛利之王都是质前来跑的 唯独是那些小子弹,流后冲到上来的 当然还有这些,跑第四的法财比级 法财比级其实都很厉害,是吧? 能够厚想到,我跟你说就是厉害的了 你看看,法财比级今场跑第四,再出,人家跑第二 是吧?入到格的,绝对不差的 今早马是强组来的 小子弹都能够跑得好,我跟你说 刚刚才就看完法财比级是一只实力马 是吧? 除了法财比级之外呢? 还有这些亚洲坦王,厉不厉害? 喂,亚洲坦王跑完第二 再出人家保重,是吧?又第一 今季三边三个第二,是吧?不差 再数了,去到那些星运名雀,今场跑第九 他再出都是说能够跑第一 是吧?又是保重的 还要你未计今场马,还有很多跑近的马 我跟你说 还有那些爱马线呢,风针呢 亦都是说再出跑近,跑到头三名的 所以今早马其实绝对不差的了 基本上整个马都强组来的 不理你摆前走,还是留后 其实整个马都强的了 而这只小刺弹就更加厉害了 是吧?后上能够杀到上来 所以我觉得这只小刺弹 未来再出,再跑回一些沙田 四班草地千四米的赛事 即是说他上仗叫做冲得好的 路程和场地呢? 我觉得这匹马是说要买的了 那因为说是今场马 这只马是说排了一档来跑 那不再是上场那些十二档了 那不排十二档呢? 那我相信这只马 不用在未来这一场那么被动 那么厚的了 那排一档一档 你应该可以是说 贴着团篮,省回来跑的了 省回来跑,整个效果 可以是说很不同的 那今次报名还要是说 触着不放手呢 那一只马 继续骗下去呢? 那我觉得他是说 想和那只马保重的了 那所以我们今场马 第一只会选择的马匹呢? 都选择这只九毫的小刺弹 来试一试一试 好了,那说完今场马 我们第一只会选择到的马匹之后 就来说我们第二只会选择的马匹 那我们第二只会选择的马匹呢? 其实就想选择这只十一毫的 胜利之王来去买的 那为什么今次会选择这只胜利之王呢? 原因很简单的 那就是因为 看到这只胜利之王呢? 在今季 其实开始越跑越进步了 最近开始 是说有料到 那由他季初的第十二、第十六 都渐渐跑到最近的第三 上场这一匹马 排回好少少的档位 四档来跑 跑回沙田组 你千四米赛事呢? 那他就能够跑到第三了 跑近 成绩其实是说叫做不差的 和当时他对着的这一组马 都是说强组来的 大家看看 其实这一组马呢 正正就是小刺蛋的那组马来的 刚刚先说过 其实这组马是强的 所以胜利之王跑到第三 其实他都不惹小的 虽然说今场马的步速都是偏慢的 都很利于他这些摆前来跑的马匹 是吧? 但是 如果大家再仔细一点看回 这只胜利之王上将怎么跑的话 你就会发现得到 这只胜利之王 其实到末段的时候 是有点阻滞的 那胜利之王是哪一只呢? 就是这里的呢? 蓝衣蓝帽的 现在在大约第三位左右 12号马匹就是他了 那大家看看这只胜利之王 今场是怎么跑的 那在头段时间 这只马一直都是守着第三位的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去到转弯入直路的时候 你看回 这只胜利之王呢 其实都是出现 望空不到的情况 不是说这么望空的情况 本来贺敏连 其实是打算把内篮进去的 但是这只三号马匹 就是说挡鬼住那条跑线 搞到这只胜利之王 又是说要在这里移出去 谁知道他在这里移出去 谁知道他在这里移出去的时候 这只胜利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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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次被人挡了一条跑线 不止一次的 真的不止一次的 你看看 哇这只胜利之王 骗到啊 是吧 姓世明区 骗到 左骗右骗 别人在外面找位 你又这样骗进去 骗到别人 哇 头都恶了 所以这只胜利之王 根本上是很迟先望空的 很迟先法力的 这样被人影响到 其实这只马都害怕了 我跟你说 啊 那啊 导致好持法力咯 最后就只能够 跑到第三回来 所以我觉得这只胜利之王 其实上仗的这个第三呢 是比前面这只马 是影响到的 啊 被人影响到啊 最后也能够 跑到第三回来 对着这一组 那么强的对手 所以我觉得这只胜利之王呢 其实最近这个第三不差的 叫做是有表现的 未来再出再来 跑到那些沙田草 那些千四米四斑菜市呢 我觉得不要忽略它 啊 因为这只马呢 其实那些操练是做得很足的 还要是说 赫敏连这位骑士呢 不断捉实 不放手 我跟你说 这只马是赫敏连 今季不断捉实 不放手 啊 啊 骑了它很多次了 骑了它四次 来这次第五次了 第五次再骑它 不断捉实 不放手啊 我觉得这些辣马有机会爆 你不要小看它 不要见它 哇 最近百多倍 一百零二倍 三十六倍 以为它没有机会 我觉得这些马跑起了 来了 所以今场我们第二只 会选到马匹呢 都想选回这只 十一号的胜利之王 看看今次 骑士死足不放手 能不能够就是 帮它在未来的场上 保重赢得到 好了 那说完今场马 我们会买到的马匹之后 就来说给我们的 投资策略了 那么今次 我们会买的彩池呢 就是 连赢 连赢 位置 这个彩池 对了 那么用回这个彩池 去买回 我们刚刚才提及到的 那两匹马就可以了 对了 那么今次就这样买了 如果大家和我们同路的话 都不妨试试这两匹马 好